香港人能屈能爭 人均居住面積越住越小 小得如何呢? 這個最高10個人居住 這個倉庫是倆姑婆的 什麼事, 連我的頭地都還有一顆 如果我躺在這裡, 都能剩餘的 季節 現在社會有一個異形的現象 就是發展商去做立米樓出來 令樓價高企 高企的人越住越擠迫… 住無可住, 水管可以是瓦遮頭 貨櫃也成為小貨具 其實香港很早以前都已經貨櫃住人 以前都沒有太注意防火、防水 總之客人喜歡怎麼做 我們就跟著怎麼做 新盤奇蹟, 一進門口就是床 這個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安樂光呢? 他做出來的那盤奇蹟 跟一個車位的大小差不多 在世界上應該是全無僅有 也沒辦法了 護主都這麼正面 我們做設計的, 當然要保持專業 我們做設計的至今 我再去做設計的 好, Goku 這是一級貨櫃 是他的私人 他一直在不習慣 我這就是最早來的 以前的日本人在那裡 你怎麼弄悉我 我會說我是甚麼 看見整個長洲的景色 他喜歡上來吹海風 或者和朋友在這裡開幾台打麻將 他以前是漁民 也在島上的雜貨店打過工 三年前想多賺點錢 就出了市區打工 他在市區的魚檔找到一份全職 工時長 他就索性在附近長租的地方住 方便每天上班和休息 回家沒有收到七點半 回家也是七點八、九左右 已經習慣了 這個時間下班回家 阿榮通常都要跟室友排隊 等用廚房煮飯 他有時候寧願買外賣吃 爭取多點時間休息 阿榮在這裡住了一年多 只有大約三十呎的太空倉 是他的私人空間 廚房和廁所就要跟其他室友共用 他說在市區上班 就有心理準備要住小一點 他每天做足十三個小時 一個月有二萬多元的工資 給二千多元租這裡 至於晚上有個地方休息休息 也貪他不用簽租約 不租的話一個月通知就可以 這是一月、二月、三月 一千萬萬元就包水電話、Wi-Fi 洗衣機,差不多包了 大半年前,有個室友中了新冠肺炎 阿榮和其他室友在隔離營 檢疫十四天之後又再回來住 他說住習慣了這裡,沒想過搬 就算搬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可能會再有辦法 而且住了這麼久,有種龜屬菌 吃飯就排隊吃,沒辦法 一起吃,吸兩口,別人也怕你 室友大都是男性 有一些這幾個月沒錢交租搬走了 有些沒有公開,回鄉下投靠親戚 現在只剩下阿榮和另外一戶 之前在這裡住的阿榮是做裝修的 還有這個之前是做清潔的 沒東西住就先放在這裡 冬天山就放在上面 夏天山就放在裡面,就掛在這裡 那冷氣呢? 這裡抽點冷氣,這裡是乾水涼的 如果是夏天 如果只是計算太空倉裡面的空間 這裡可能被懲教處監獄 囚犯倉的人均標準空間 四十九點五平方尺還要小 不過阿榮覺得這裡的私隱度夠高 比起外面一些牢屋或床位 相對企鳴 一個倉位已經可以是他的小天地 三線地高,連我的頭地都還有一纜 也可以,不是大動作也不會頂頭 雖然這裡是沒有電視 要不要看手機 有時候就放在這裡,這樣看 這樣打擾也看了,好嗎 這樣看吧 看得到嗎 舒服嗎 舒服 看得到晚睡就睡覺 這就是一個衣櫃 這裡還有一個火警的系統 雖然它是一個床 但是它有一個房間的功能 黃偉倫九年前投資生產太空倉 產品至今買到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 他說外國人多數買來經營膠囊酒店 香港這幾年就多了業主買來租給人場住 無論是什麼用途 黃偉倫製造這一類太空倉的時候 都會加入隔熱、通風等的功能 也都經常提醒業主要在單位裡 預留一定的活動空間 最初的目的 沒有想像到是用途那麼廣泛的 希望這個產品 如果有一天真的做到這樣的時候 很多人居住 可能我們有多少面積是政府受規管 我們要給人家有一個正常的生活區 可能廚房區有多大 廁室有多大,比例是多少 如何設計全部是有規範的 他留意到坊間部分業主 會用盡單位裡的空間 擺滿太空倉 只求住到最多人 就連地產商近年都建多了納米樓 令到香港人越住越小 生活起居 幾乎都在跟床位 差不多大小的範圍裡進行 現在社會有個異形的現象 包括現在有些發展商說 皇上都是睡一張床 那些人就越住越擠迫… 壓迫到沒有位置走 才要向基層一路向下走… 今年年初 國際調查機構的一項研究顯示 疫症大流行,衝擊全球經濟 令大量無法遙距工作的工人失業 或者收入減少 但是個別地區的樓價仍然錄得升幅 將會加劇現有的貧富懸殊 在同一份研究中 香港亦連續11年 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地區 一個家庭要吾飲吾食20時親年 才能夠供滿一個單位 我沒想過疫情的出現 反而樓價真的沒怎麼下跌過 大家現在都在30歲 有沒想過買樓嗎 28歲的Roy初中去了外國讀書 2015年食肆畢業回樓香港 當時他跟舊同學見面 發現香港的樓價 已經升到脫離一般人的負擔能力 他跟這群朋友投身社會工作六、七年 大家都很努力儲錢,希望買到樓 他沒想過大家至今仍然是沒有學蝸牛 就算負擔到買納米樓 他們覺得這些只是精裝套房 根本地產商越間越小,賺越多 沒考慮過一個人的生活質素 住屋的需求是怎樣 我落地不夠兩步,我已經是廚房 走多一步,去到廁所 你跟我說這裡是一間房子的話 我會叫它現身可能是一間房子 我第一個感覺當然是都驚訝 譬如這個在港島區的一個樓盤 其實它的實際面積是164呎 是跟一個車位的大小差不多 當年和朋友聚咎 啟發經濟系畢業的Roy 創業開了這間室內設計公司 為小業主設計裝修貨具 這幾年,它公司四成的生意都是設計納米樓 而且實用面積越來越小 有一些職還很特別 已經圓不積了,廚房還要橫 只剩下這個位置入光 走進來已經不舒服 設計得不好,很容易就像走廊一樣 這個單位又是很挑戰 它根本沒有睡房位置 說是120呎的實用空間 如果我電視放在這個位置 又沒有理由遮住露台 我電視放在這裡就直接遮住窗 這裡已經是廚房了 究竟在一個沒有間隔的情況下 要怎樣安排位置呢 最近,他和同事忙著設計另一個納米單位 可以設計的空間本身已經有限 業主收樓的時候 還發現樓底沒有想像中高 也有一些橫樑 現在我們重新考慮一個方案 怎樣可以符合到客人的需求 但又夠氣派 又不想弄得好像一個小小的家 很常見的納米單位有這些虛位、陣位 Roy計劃將橫樑的位置改為收納空間 這類實用面積不夠200呎的單位 只是比標準面積135呎的私家車車位 大一點 Roy說傢俬的尺寸和擺放位置 都要量得很精準 才不會浪費每一吋珍貴的空間 多了40mm 當然對於他來說很嚴重 很過眼的 起碼放到兩、三件外套 正常的傢俬是很難放的 所以變相我們很多客人 都會找我們做一些訂造傢俬 我們出去收拾的時候 也要找一些特勢尺寸 很多人都沒見過 原來這麼小的都叫梳化 但近來牌子都開始因應這些傢俬的出現 而推出一些小尺碼的梳化 桌子這張很有趣 它一縮可以縮到 只有一格那麼闊 為迷你互做設計 不僅買傢俬要左度右度 Roy說連選甚麼物料裝修 都要想想怎樣令到單位看起來大一點 我在看究竟在有光的情況下 打下來這張木的材質 究竟它的反光面望落 會不會有效地增加到家裡的空間感 具住面積和車位差不多 做好裝修設計 是不是就有加的感覺呢? 下一節再看 這間是200呎的 由貨櫃改裝 裡面的間隔設計 就做到好像一間住屋一樣 因為其實貨櫃本身的成重已經很足夠 Ivan的公司 原本幫人訂造貨櫃箱 幾年前多了人找他改裝成貨櫃屋 來自住或者出租 他在白鄉的寫字樓和員工休息室 都是貨櫃屋 一個標準貨櫃有160平方尺 幾個拼賣就可以組成 連廚次的兩至三房單位 因為成本較改裝劏房便宜 租金也較低 就算要住在貨櫃箱 Ivan說不少基層都不介意租住 裡面只塞了隔熱板 完全沒有防火 什麼要求都沒有 不過這些貨櫃的物料和配備 在法例上並沒有規管 在私人農地 違法放置這些舊植物作住宅用途 也會被政府部門要求清拆 他們買放在哪裡 有時候我們不會知道 總之他們給我一個設計 我們便跟著他們的設計去做 究竟是住人還是什麼用途 我們管不了 但也會提醒客人 用一些合適的材料 我們本身都希望 做一些合法的預製房屋 所以我們這兩年 會嘗試跟很多前線機構溝通 用什麼形式去改善好一點 令他們更加住得舒服一點 政府在2017年提出以破格之為 協助民間興建預製貨櫃組合屋 做過渡性房屋 並且在同年年底 發出組裝合成建築法的指引 給業界參考 Ivan的公司這幾年 正轉型生產預製房屋 他不斷和不同的非牟利機構 研究如何以更快更低的成本 興建組合屋給基層住 至少建築費可以省兩成 那就很多了 拿兩成做那個服務 社會服務已經很好 用貨櫃去改裝 或者用貨櫃的概念 去生產一個預製房屋 這個就容易去理解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 其實現在的預製房屋 都不一定用貨櫃物料 預製組合屋 同樣將廠房生產的房屋組件 運送到地盤 再好像砌精木一樣 裝陷成建築物 組裝好的單位有獨立廚廁 而且隔熱和防火 亦都比公屋的人均居住面積標準 下限75平方呎更加大 政府去年承諾 會在三年內 用不同的方法 提供一萬五千個 過度性房屋單位 第一個以預製組件 興建的社會房屋 去年八月在深水埗落成 供應八十九個 不同戶型的單位 Ivan說這種建築技術 在全球各地已經發展成熟 甚至會用來建永久房屋 而在香港現在才剛起步 你一看外觀也有少許貨櫃的感覺 可以說貨櫃屋的進化版 現在是這些叫做新型的房屋 就不是以前傳統釘板落石屎的做法 因為香港的建築成本貴 如果你用這些方法 就可以減少建築成本 建築得快點的時候 可能會令樓價便宜一點 而在荃灣西一幅閒置的政府用地 就有本地建築師和非牟利機構 計劃用大型水管等物料 興建一百二十四個圓形 和方形管道屋 明年就會面世 Ivan說這些建築概念和方法 在香港可能比較新穎 不過對於一直承受住居住環境惡劣 兼且租金昂貴的基層來說 至少是一個移居的住屋形態 起碼比機察市民好住在房間 水管屋其實只不過是其中一種 外國有些不同形狀的屋都有做 因為時代會進步 你不同的建築方法 可能對社會環境、居住環境也會好一點 是否認識的? 陳先生,打擾了 打擾了,你好… 這個背板,躺上去… 做新來設計的Roy 這一天為一個新入伙的迷你戶 最後執修 單位扣除露台 實用面積二百五十呎,住五個人 兩個戶主和兩個小朋友躺一間房間 工人姐姐躺在角樓 由本地研究組織,早前建議政府 用二百六十呎為納米樓滑界 這個呎數以下的單位 就被視為不惜設居所 Roy就覺得 應該以人均居住的面積來計算 納米樓的定義 其實譬如你四百呎住七個人 五、六十呎每個頭 相對地這些是否才算是窩居呢? 護主陳生、陳太太以前住過劏房 現在只夠錢買這個單位 他們都很自足 朋友都說怎麼住啊,這麼小 我們兩個的心體都先上車了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都存了很久錢 才買到這間屋 所以都很努力地佈置 家對於你們來說 那個條件是什麼? 有家人 一個家不是要面積去衡量 我們覺得開心和住得舒服 那就可以了 有很多人都說住納米樓很慘 很不人道 而很多人的人生 可能只有一個這樣的物業 在於他們而言 是一個他們很珍而眾之的空間 變相他們反而是想 怎樣可以為我家規劃得好一點 好和不好都不是你跟我說的 是個護主自己覺得開心的 跟一家人一起住 三百尺可以很開心 不開心的住很大屋 你都可以永遠建一間房間 幫很多小業主的納米單位 做過室內設計 Roy說住得小 都可以擁有一個家 雖然我們會圓 為何會這麼誇張 但接受了之後 我相信就是用心去思考 一個家如何才屬於自己理想的空間 只要是自己用心 用力去打拼回來 對於我而言 或者對於很多我的客人 已經是一個短中期的 滿足的一個理想地方 是, 我想租的 是 這個租金大約五千元左右 住長洲的阿榮 三年前來到市區打工 住在太空倉 最近他存夠錢, 決定搬大一點 他想找一間套房包傢伙電器 有獨立廁所和廚房 可以令他有回家的感覺 有自己的空間 起碼不會說去到哪裡有人看著 跟人家拿桌子吃飯的那些 十來二尺的地方 真的不舒服, 只是單床而已 這個單位有微波爐、抽油煙機 冰箱、電視、熱水爐 天台還放了洗衣機 這個業主是很好的人 這裡上面的水電費都是業主送的 是雪櫥的 是的 最後阿榮決定租這間套房 百多呎的空間只是放到一張床 但是塞瓦何須大 這裡都可以是阿榮的安樂 就像這個房間, 上面有一個圈子 我從這裡跳出了長的圈子 外面就想更加找個圈子 你能住到哪裡有阿姐頭的 我覺得你是想找個地方 環境再更舒服一點 用心機花好工作 賺點錢,就住家好一點、大一點